看来啊 不只是你要吃狗粮了 我天天到哪儿都要去吃狗粮 扶了你们了 阶段目标的终结 只是梦想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实现目标 然后再定制新的目标 我们不断努力前进 为的早已不是到达西梦的里程碑 而是更在意沿途中的风景 来 记得这儿吗 当然记得了 你差点在这儿把我给撞死 直接的这个 你要是当时撞死我 现在就没老婆了 是吗 那可不一定 你讨厌你烦人 你给我下去 快 你快下去 过得真快啊 嗯 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啊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那么包容我 谢谢你成为我老公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你挺特别的 哪有特别 特别傻 没有没有 就觉得你 那感觉说不上来 喜欢吧应该 你第一次你就喜欢我 那你后来还把我告上法庭 喜欢归喜欢 那爱情归爱情 但是原则归原则 我也要谢谢你 你谢我什么 谢谢你把我从 夫妻的生活当中解决出来 如果没遇到你 我的生活当中只有工作 我也要谢谢你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还要谢谢你 让我有了一个 这么好的老婆 那有没有觉得我们家里 是不是有什么 少点什么 你还想要什么 我怀孕了 真的吗 你要当爸爸了 真的吗 刚好发现了 你知道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你看不到的 儿子在哪儿了 想不想要叫什么名字 宋游子怎么样 怎么样 宋游子才了 宋游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故事中的主角 我们都等待一个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遇见对的人 我们找寻彼此 只为能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 相互陪伴 实时鼓励 希望那个终将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 是的 我们不想将出现在的心 我也应该尽管